朋友们好啊 我们批了十多天的邓 我们这个批邓呢 是因为司马南 评论邓小平小道 而有 那么 实在这以后的昨天呢 我们不光批 我们也看和邓小平 自己认为认账 那么昨天呢 和大家分享了邓小平1966年的 一个检讨 一个1968年的 一份自述的一部分 对他在文化大兵之前 这个 自己的 那些个用他的话说叫 错误或者说罪恶 应该说 他的认账书 昨天呢 很多朋友呢 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给我私信 大家觉得呢 邓小平当年文采不错 如果不是秘书帮着写的话 文采不错 那么呢 对于 邓小平认账的一些个事 大家也觉得 邓小平那个时候也算是 好汉 做事好汉当 那种感觉 当然了 他对于文化大兵之初 一些个事 他还是 欲说还修 不想把自己的问题 拔的那么高 还是在给自己 设置那种 路炸 铁丝网 防护墙 我觉得这也算是人的本能吧 尤其是 作为执政党的 中国共产党的 最高管理团队的 这样的成员之一 面对这样的政治环境 政治斗争 这帮家伙 邓小平 像邓小平这样的人 玩这种政治谋略的东西 这策略式的东西 他们都是天才 邓小平也都是天才 你看他那个 字数和检讨 他给自己留足了 未来再出山的空间 我觉得 66年的这个 检讨和68年的字数 都不是文革期间 邓小平 关于自己的错误 或者罪行 做反思 或者做检讨 或忏悔的 最精彩的文字 他最精彩的文字 是1972年 就是913事件之后 就是他要再一次 付出 付出之前 给毛主席 写的那封信 那才是个词 那有人说啊 也有的朋友 今天早上 有一个朋友说 戴小平这个人 之进之退 啊 这个 很有智慧 那么我就想啊 这个朋友 这句话说的 有没有道理呢 是很有道理的 但是道理之外呢 我又想到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智慧之外 对于人来说 包括政治家 智慧之外 还有没有尊严 人格 与道德 可自追求和捍卫 是 戴小平是在极端困难的 那种条件下 被打倒了 尽管毛主席 让汪东兴的是 把他给养起来了 但是他毕竟是 这个和权力 十万八千里了 失去了所有的 包括话语权 所有决策权 他所有的权力 都失去了 这对于一个 政治家来说呢 应该说是 比杀父之仇 和夺妻之恨 还要 严重的多 这样的这个 人生际遇 说道德亚平 在那样的环境下呢 迫不得已 写写这些东西 可自理解 理解不理解呢 起码我的朋友的留言 我感觉到他是在理解 邓小平 那么我就 想 因这个 因他这句话留言的 我就想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毛主席 毛主席在1935年 一月 尊医会之前 三年多的时间 从三十年 宁都会议 3334 三五 两年多的时间 毛主席那时候 鬼都不登门的日子里头 被批判 被夺权 被流放 弄到山里头 这样养病去 美其民约是这样养病 好 好声称的 这毛主席带领的那些个 这这这这 井冈山的战友们 打下的那一片红色的江山 就被这些个什么的 六届四中全会 弄上了这些个 二十八个半 这些个狂热的 所有的 这些共产旅者 给搞成那个样子 我这么想 我们把历史都翻遍了 正是也是 我们没有发现一个字 毛主席在那个期间 没留下一个 有损于自己尊严 自尊 这样的人格 有损于 有损于自己人格的 一个字 我们都没找到 那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 毛主席 一句 忏悔 所谓的忏悔 检讨 什么他妈的 一个字都没留下 他就是在那 马放南山着 被放南山 然后呢 恪守着自己的理想 忽悠着自己的人格 与精神 也不伸冤 也不 忏悔 也不搞政变 以前我们聊 我们说国室 说我们聊 毛主席那时候要搞政变 谁能搞得过他呀 中央苏区 所有的那些个 这个主力部队 一个军团 三军团 全是毛主席一手打起来的 毛主席跟他妈的 林彪 彭德怀 碰个面 私下里穿个纸条 都能搞一场政变 就把这帮家伙 他妈的 把这帮他妈 张文天 博古 这帮 这帮他妈的口头上的 蛮似主义者们 打翻在地 谁有毛主席 在中央苏区的 那个党政军民 这个基础 比他很强的 没有一个人 比他 那个基础 老 基础厚 毛主席当时 由他们搞政变的 一万个 那么的 这个有利的资源 毛主席呢 如果像 这些个 机会主义的 这个思维的话 他也有一万个理由 比如他搞成功了以后 他再回头说 就像邓宝人一样 一切都好像合理一样 毛主席当年 可能写几份检讨 没准毛主席就能 恢复他一些的职务 什么权力 等等 一个字都没留下过 这就是 伟大的毛主席 那你先比较 你先比较人 你看看邓 更何况 他拿自己的 自尊和尊严 这些个东西 包括政治道德 诚信这些东西 于不顾 这些东西都不说了 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最后 他把自己这种 做人的这种 这种策略 最后都形成为 他管理国家 治理国家的 这样一个策略 就是机会主义 猫虎论 他妈的都成了 他妈的中国人的 哲学 一度啊 这是邓小平 对中华民族 犯下的最大的罪恶 和罪行 不说 我们还是读一读 精彩的 1972年 8月3号 邓小平 经过汪东兴 委托汪东兴 递交给毛主席的这份 叫什么 叫检讨书 还叫心得 还叫什么 不说了 背景是 913事件之后 这个林彪这个事 经过了中央的 一个时期 这个专来 同志的 这个打磨 消化 吸收 这个 制作 最后 1972年的时候 传达了 向全国传达林彪 叛党投敌 其实邓小平早就知道 邓小平1971年年底的时候 下半年他就知道了 913事件之后 不久他就知道了 他是那时候 邓普方已经接到他身边了 邓普方呢 在伟大是学物理的 邓普方那时候 还学了点东西 他就自己弄点零部件 元器件 他自己装了一个短播收音机 所以邓小平 邓普方那时候 就能收听什么 美国之音呢 莫斯科广播电台 就类似于这样的 所有的敌台 邓普方就听这个敌台 短播 收音机听到敌台 就 听人家说说 林彪肯定出事 他就把这个事 偷偷告诉老爸爸 你想 邓小平那时候 高兴成什么样子 你都可想而知 但是啊 都搞政治的 人家中央一宣布 我现在这样戴罪之身 然后人在江西 是不是 不能表现出来啊 所以自己跟自己挠墙 高兴的挠墙 哈哈哈哈 那天晚上喝了他妈 多喝多点这个茅台酒 等待 要继续等待 等待什么 等待 后来 传达 之后 哎 然后 哎 把这几个月的思考 哈哈哈哈 如果他有思想的话 写了一封信 给毛主席 是这样写的 主席 前天 括号 8月1号 1972年8月1号 我第四次 从全体职工一块 听了关于 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 一谋叛乱的罪证 和关于 沉默达反共分子脱派 叛徒特务 修正主义分子的历史材料 使我更加感到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 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 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 这样迅速的把这帮 牛鬼蛇神的援影显照出来 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 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 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 和一毛活动 及时的察觉出 他们的反动本质 和极大的危害性 并迅速的把他们暴露 于光天化日之下 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 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 如果林彪他们掌握了党和国家最高权力 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 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 不知道他说谁呢 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 重新沦为半殖民地的地步 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 几天以后他就按照这条道走下去了 哈哈哈哈 没有一问的 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 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 恢复无产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 延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 伟大的无产级文化大革命 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级司令部之后 又打倒了林彪 陈宝达这个反革命集团 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 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小评论是写的 多么的 欢心雀跃 稍等 继续分享 谢谢 我做赞考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